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这么费心思的做了这么长的一根针 那是和他养的猪种有关 我们主要养的是野猪 这野猪都有野性 杜洛克 长白等羊猪品种驯化了一百多年 比较温顺 打针时也比较容易 而李克惠家养的是野猪 野猪肯定要比家猪凶多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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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瞧瞧 这么凶 要想给野猪做防疫 别说打针了 单单是人太靠近 都会有危险 你看我这一抓猪 那这脚把我蹬的 蹬出口来了 这肉皮不蹬坏了 村中野猪太凶悍 常规给家猪打针的方法 用在野猪身上 根本就行不通 村子里的其他野猪养殖户 也都在为这事犯愁 李克惠通过到处打听 他了解到对鹿打针 可以采用吹针的方式 他考虑采用这种方法 给野猪打针 试验了几次 这办法也行不通 怎么的你 他这个鹿的吹针啊 最多最多装两号什么叫 因为这玩意是给鹿打的 不是给野猪打的 吹管吹针 一次最多装两毫升药 大野猪打药 那得打上十多毫升 这一头猪得往他身上 吹个五六次 人麻烦不说 这打一次猪就疼一次 太残忍了 不够人的 要是把针管增大 一次装够药水也不行 针管大了 药水多了 分量就重了 很难把这么沉的针吹出去 后来李克会试着把野猪给控制起来 在圈外门口放上一个铁笼 把这野猪赶进笼子里去打针 这个最起码的 它碰不着人了 笼子空间小 人打起针来相对安全 但是也不容易扎针 两次都没扎针 我针头都给我扎完了 再给我拿个针头 春中野猪这野性是太大 就算在笼子里也不老实 特别狂躁 人站在铁笼外面 把针扎到猪身上了 这猪一躺就咆哮着乱跳起来 推药水最快也需要十来秒的时间 这猪一窜一乱动 很难把药打进去 弄不好还会把针头留在猪身上 对猪造成二次伤害 有时候甚至于 还容易把针管给折断了 你看它一穿 一穿的 如果扎不好的话 连自己的手都碰坏了 都碰出血了 怎么能够省力 不被伤着 对于猪的伤害也是最小呢 立刻会就琢磨起来 打针不容易啊 一是人太靠近猪 觉得不安全 二是一扎针着猪就跑 药水不好打 想到这里啊 医院中的输液管 一下给了它启发 我们研究了一个新式的武器 这个东西啊 我给你分解一下 这就是个针管 这就是个扁低管 这头呢 就是一个针头 插到这边 就这么简单 这针就形成了 新式武器的名号很唬人 其实啊 就是一根带了长软管的针而已 把野猪关进笼子里 一手拿针管 一手拿针头 把针头往野猪身上一扎 由于软管比较长 把针扎在野猪身上 就算野猪在笼子里乱动 由于有了更长的软管 这针头掉不下来 钥匙就能够顺利的打进去了 我看你不要了啊 不管它怎么走 看吗 好了 要我抢进去了 打针了 李克惠发现 他的这个新武器非常实用 像那些驯化了的 相对较温顺的 人能够靠近的野猪 用这个武器 都不用把野猪关进笼子里 也能打针了 这边拿着针头 是不是 我到猪圈里 我咔 我就照脖子扎上 这边 这个针头扎上了 穿上去猪跑 我就跟着猪走 我这头呢 我就跟着它一推药 看到 药推没了 偷了 里边什么都不剩 药全打进去了 采用长软管给猪打针 人操作起来更安全 相比以前的打针方法 整个过程对于猪的伤害最小 猪的应激反应也降到了最小 在养殖中 每一个环节都要用科学的思维做到因猪而异 李克惠还养了些香猪 他充分考虑到了香猪的特点 对于小香猪的安置 也有原创的做法 小猪怕冷 特别是肚子不能着凉 李克惠家的香猪 从一出生到长到两个月大 都要让它们住在床上 小香猪在老家 从小到大都是在地上跑 不需要怎么观状就能够长得很好 李克惠现在让小香猪这样住 是充分考虑了地域变化的因素 不扛动啊 香猪本来就是这个南方广西巴马的地方的猪 香猪原产于广西 贵州 云南等南方地区 那里一年四季都比较温暖 小香猪待在哪都行 北方的吉林一年中温暖的日子 加起来也就夏秋几个月 香猪在六十天之前还比较小 抵抗能力较弱 再加上小猪本身所需求的温度要高些 在北方地区 李克惠家的猪圈是水泥器的 小猪老是待在水泥地上 温度的要求就保证不了 北方的天气本身就凉 水泥地更凉 小香猪卧在上面时间一长 腹部容易受凉 发生腹泻 李克会把小猪放到床上 还有另外一个考虑 水泥地面太凉了 它就为了抵抗寒冷 香在水泥地上以后 它的皮就变得厚 地面过凉 猪就会通过增厚皮肤来维持体温 时间一长 这香猪皮就变厚了 这是猪的本能 但是对于香猪来说 一旦皮肤变厚 那就直接影响到市场销售了 如果在烤香猪的时候呢 它就给你养它的口感 变得粗糙了 养香猪最大的卖点 就是做烤香猪 吃的就是那个皮薄肉嫩的味儿 如果皮太厚 那风味就不对了 卖件肯定会大打折扣 李克惠把60天以前的小香猪 放在床上养着 为的就是解决这些问题 我就直接放到铲床 铲床不是有塑料地板吗 还不是那个热乎吗 把小猪放在床上 北方地区对于一般的小猪 也有这样做的 它们主要是为了隔离粪便 便于清扫 李克惠养的是南方的香猪 除了考虑干净卫生以外 这床还具有隔绝粮气的作用 床离地面越高 温度就越高 这个道理他懂 但是到底架多高 他心里没数 于是他把床架到了不同的高度 经过反复实验 距离地面八十厘米 冷空气在下 热空气在上 这样的高度 凉气几乎就上不来 猪住在上面就暖和多了 水泥地的冰凉 就不能直接侵害到小猪 再加上 这床是塑料材质的 没有水泥地面的冰凉 小猪躺着 也不会发生腹泻 住在这样的床上 猪不会着凉 肚皮也不会变厚 他还根据香猪的特点 在产床上 放了新的配套设施 特制轮胎 我们就用车轮子的外胎 搁成了石槽 为什么非得要用 废致轮胎做石槽呢 以前我们用的石槽 是塑料的这种石槽 香猪特别厉害 把我这石槽都啃出 就大窟窿来了 小香猪很不安分 还有一定的野性 这野性也反映在香猪很活跃 爱到处去咬去啃 它们的牙齿特别尖锐 石槽很容易被咬坏 而轮胎特别结实 香猪根本就咬不动 这个特别好用 猪咬的时候 鸡胳不坏牙齿 用的咬不坏 把车轮外胎割开 一分为二的做成石槽 这种石槽 结实还大有弹性 香猪咬的时候 好玩也不会割坏牙齿 李克惠养猪 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朝着这个目标去做 就能不走弯路 对于养好猪 猪吃的饲料配方也很严格 也是最为关键的一个环节 为了让自家猪吃的有营养 符合标准 还能够节省饲料成本 李克惠也有自己一套原创的方法 猪的饲料 蛋白质含量 氢氯饲料 矿物质元素 在不同的时期 有不同的标准 一般规模化养猪场 蛋白质来源 使用的是豆魄 豆饼 或者稻骨 李克惠给猪选的蛋白饲料 是豆腐渣 豆腐渣的蛋白质含量 是20% 是稻骨的三倍 他给猪选择豆腐渣 他不光考虑营养需要 还考虑到了饲料成本 假如说像我以前那么喂 我喂煲米面 豆饼 是不是 再喂点骨汤 喂点这个青绿饲料 这么算下来呢 一头都得够多少 够六五块钱 东北地区是我国的大豆主产区 当地大豆种植年纪很广 原材料富足 促成了当地豆腐加工的火爆 豆腐店很多 豆腐渣很富裕 市场价便宜 一百来斤才五元钱 李克惠算了一下 利用豆腐渣给猪提供蛋白需要 以香猪为例 一只猪平均一天仅需要一元钱 比起使用其他的豆制品 一头猪一天就能省三元钱 他养了八百多头香猪 合下来一天就能省两千多元钱 香猪出栏需要三个月时间 这饲养一茬就能省将近二十来万 这可不是个小数目 省钱就是等于赚钱嘛 不论营养还是成本 豆腐渣成了他必选的饲料 不过可不能拿来直接喂 他也很清楚生豆腐渣不能喂猪 生豆腐渣不能喂猪 应该加热 必须要把它煮熟 生豆腐渣中含有一种物质 叫抗移蛋白酶 这种东西在猪的身体里 会产生造素 以及红血球凝集素等有毒物质 这些有毒物质 会导致猪的消化系统紊乱 很容易引起猪拉锡 只要把豆腐渣煮熟了 才能够消除这些有毒物质 然后蛋白质 才能很好地被猪吸收利用 既然这样 把豆腐渣煮熟了 那就一顺百顺 什么事都没有了 可是问题恰恰就出在这里 煮豆腐渣 居然成了它最头疼的麻烦事 三四百头猪 我要煮三四锅 为这一顿就要一上锅 一天要喂两顿 我这一天 什么都不用压 用煮熟后的豆腐渣 喂猪挺好 可是这煮的过程 把工人给忙坏了 几百头猪煮一顿 喂一顿 一天竟忙着煮豆腐渣了 养殖场中的其他事 根本就没时间干了 生豆腐渣不能喂 煮熟太麻烦 这个问题得解决呀 李克惠考虑 煮生豆腐渣 目的就是为了消除有毒物质 那还能有什么其他办法来消除有毒物质呢 一看一网上有这个技术介绍 用这个把它发酵 他决定用发酵的方法来消除有毒物质 于是他把发酵剂 玉米面和食盐搅拌在一起 玉米面能够给发酵剂菌种提供云养来源 有了玉米面 菌种就等于有东西吃了 菌种才能够很好地开展发酵工作 食盐具有杀菌性 对于外来杂菌 它能让杂菌没法滋生 整体就起到了防腐的作用 能够保证生豆腐渣发酵后不腐烂 李克惠把生豆腐渣 发酵剂 玉米面和食盐 充分搅匀以后放到大塑料桶里面采石 用塑料袋密封上让它们充分发酵 如果温度是15摄氏度左右 三天左右就发酵好了 发酵成功之后 这豆腐渣拿出来之后 就这么一闻 有酒香味 这样就好了 就成功了 只要有了酒香味 那就是发酵 把抗疫蛋白酶分解了 没有了有毒物质 猪吃了也不会拉锡 李克惠发现 采用发酵的方法真是太好了 过程简单好操作 而且发酵后 在桶里放一个月 都不会有质量问题 发酵后的豆腐渣 这猪更爱吃 虽然猪很爱吃豆腐渣 但是李克惠也非常明白 他的猪饲料不能全喂豆腐渣 不能全喂豆腐渣 多喂呢 它含的营养成分还是不够 他很清楚 要根据标准化的配方 科学配置饲料比例 蛋白质是猪最重要的营养需求 但是给猪喂发酵豆腐渣的比例 不能超过百分之五十 长期单一私喂豆腐渣 猪需要的营养成分就不全面 过多的蛋白质饲料 容易引起猪的食欲减退 消化不良 甚至会导致母猪不孕或流产 降低子猪成活率 豆腐渣是他给猪选的蛋白质饲料 能量饲料他选的是玉米 他所造的吉林省 也是我国玉米的主产区 当地的玉米产量高 市场价格稍低 他在饲料里配上了百分之三十的玉米米亚 也充足添加了其他的矿物质元素 和氢氯饲料 科学的营养搭配合理的喂法 他的猪长得那叫一个欢式渐转 根据猪种不同 充分考虑地域特点 李克惠依据标准化的要求 科学合理地进行了创造 给野猪研发长针馆 让小香猪入产床 四位发酵豆腐渣 他的猪生活得开心 成胆也降低了 规模扩大了 猪的销量也越来越好了 为了刚好养殖 李克惠是灵活变通 善于思考和总结 有了不少原创的小诀窍 方法虽然简单 但是成效显著 也非常适合他自己养殖的品种 善于琢磨就能让农业生产 更符合实际 好如果你想获得 今天节目的相关资料 移动用户可以编辑短信 ABC发送到106633556 所需手机报 你也可以登陆我们的官方网站 和新浪官方微博 查询更多节目信息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 今天的有奖收拾问题是 杂志的观众有机会获得月奖 广州万宝集团冰箱有限公司 提供的冰箱一台 花费30年 只为把中药粉研磨得更起 它为何要这么做呢 点消慢的中药 变成塑效药 真的有这么神奇吗 普通的鲜花瞬间变成易碎品 到底给它施了什么魔法 科技院下期讲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